第三问是美国的民主是增进了民众的福祉 还是加深了民众的疾苦 同样分为三部分 从民众的生活中产阶级和现在代表性的角度来评价 在美国截至2020年底 有超过5000万美国人面临着实物不足的问题 那么这个数字相比于2019年增加了将近50% 在美国每个月都超过22万人 露宿街头 基本生存权都得不到保障 美国家庭财富据统计 近20年没有增长 最富有的1%的美国人 掌控了43.27万亿美元的财富 是美国最底层的50%的美国人的财富 的14.3倍 有人曾经这么评价美国的议员 说美国的议员是依赖1%的人的钱而连任的 为1%的人而服务 甚至离任以后 还要依靠1%的人来获得赏赐 中文字幕伺âm中文字幕幻力応秀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